大家好,我是孙小和 今天和大家讲一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至少在我个人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就是一个人怎样在这个悲惨的世界 如何安顿自己的生活 一个人怎样行过死因的幽谷 一个人怎样承担生活的重量 一个人怎样去面对,去直面日常生活的困顿 我们说这个人生,他劳苦愁返 四个字,劳苦愁返,每个人都是一样 我们怎么去直面这样的情况 但是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 那当然是从一个热点的事件开始了 就是我们的无花燕这样的一个事 现在在中国的国内是一个社会热点 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个事情 这个话题不好说 因为你很容易掉进几个陷阱 而且尤其是在优管上说这个话题 它是很敏感的 因为在西方社会它是政治正确 对弱势群体 这个除了同情还是同情 你如果说的不好的话 是容易这个被和谐的 这个我就尝试说一说我的一些感受吧 关于这个事情本身我就不介绍了 大家都知道这事 我想说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 当然就是我说的呀 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悲惨世界 怎么去直面这样的劳苦愁烦 怎么去面对这样的生活的困顿 我看到这个无花燕的同学的事情 看他的照片 我说实话我心里是非常难过的 又是贵州的 小地方的 穷苦地方的 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也是一个小地方出来的人 也是一个穷人家出身的孩子 所以真的是特别感同身受 就是叫做百感交际 叫一声长叹 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时候你去批评人家 怀疑人家 去分析人家 其实是很不人道的 因为而且人都没了 都不在了 你还去说三道四的意义不大 而且这么一个二多岁的一个成年人 就这么巨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就是与饥荒有关 与疾病有关 凡此种种吧 总归就是这样是一个悲剧啊 我们除了同情还是同情 但是有些事情呢 我想我们是需要拿出来稍微辩析一下的 所以我看到他的那个样子啊 我看到这个他的一些事情 我就想起这个早前吧 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西方的西方人的一个故事啊 这个故事好像大家都挺熟的 就是讲一个叫做Huck 还是翻译成胡克啊 就是他是没有四肢的啊 没有是没有手臂也没有腿 但是他活得很好啊 真的啊 他这个你看看他的话就是笑容满面 而且还踢足球还游泳 你从他身上能够感觉到一种这个直面生活的勇气啊 真的就是叫做刚强壮胆啊 不要惧怕 我每次看到他我很感动 而且他后来就是结婚生子啊 生了好几个孩子 妻子也很爱他 而且他成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演讲家 全世界去演讲 他的收入估计非常的高 所以在他的身上这样的一个人身上 你发现不了那种这个被生活打垮 被疾病打垮 被这个这个世界这个悲惨世界打垮的一种痕迹 这是给人一种非常健康的啊 向上的 而且一种这个刚呛壮胆的这个这么一种直面生活的勇气啊 我就在想想想什么呢 就是我我反复说过一个词啊 其实说的时候可能一句一个词就带过去了 我说这是一个悲惨世界 对每个来讲这是一个劳苦愁烦的世界 真的 我想我的生活其实刚刚开始进入生活的时候 比如说就是二十出头吧 二十多岁的时候 真的 那个生活的打击一下子把你打到生活的最底层 然后又穷 哎呀 又被人看不起 真的就是叫天天不晕 叫地地不灵 你知道吗 你就深感自己命运不济 非常的痛苦 觉得生活下去真的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但是你人的内心深处呢 又有一种这个清高的气息 又有一种这个自尊的那种东西在 所以两方面它构成了一个撕裂 让人非常的痛苦 所以一个人怎么走出这样的一个 一个劳苦愁烦的困境啊 让自己的生活不至于那样的那样的辛苦 不至于那样的贫穷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贫穷不是一个祝福 真的对于一个上帝所造这种而言 贫穷是一个耻辱 真的上帝造我们每个人没有让一个人是贫穷的 我之前也讲过的 我说这个一个人他如果他的三观是合理的 他如果有勇气展开他的自由选择 他如果能够直面一个这个 直面远方吧 或者直面一个宽阔的世界 他是不至于让自己特别穷的 就是至于什么饿死不饿死的事情 基本上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说了嘛 天空的飞鸟 他都能养活自己啊 为什么我们人不能养活自己呢 那是因为天空的飞鸟 他拥有一个所有的天空 全部的天空 他可以自由的飞行 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迁徙 但是我们人呢 我们人有时候就把自己困死了 你说对吧 所以我很小我就意识到 要想改变自己的生活 光在就那么一个狭窄的地方 去是都去勤奋的努力啊 是没什么用的 你的观念要变 你要直面一个更大的世界 你要有勇气走出去 真的你要生活在别处 这些话我真是我 我这个人年纪大了啊 我只要有年轻人愿意跟我说这个话 我都这样去跟别人讲 我说你 我说你才二十多岁 你真的不要想多了 世界真的足够你飞行的 这个世界很大了 真的很大 你要有勇气走出去 你不要再把自己窝在一个小地方以后 在那院天尤人 在你感叹自己命不好 不要这样做 要走出去 所以这些年 我也不能说我影响到多少人吧 反正只要是跟我面对面 或者是跟我写电子邮件 我们之间有交流的 有几个小孩都听我的话 他们都出去了 有一个孩子去了日本 现在在大阪呢 一边留学一边打工 我觉得挺好 还有一个孩子去了加拿大 真的 二十三十岁不到二十多岁 在我眼里就是个孩子 二十几岁三十岁不到的人 去了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跟我说 我到了加拿大了 而且我已经上学了 然后我找了工作 打工 然后还有了自己的教会 真的感觉自己在加拿大 到了以后就有了家 我就跟他这么讲的 我说你一定要出去 你去哪里我不知道 你要自己决定 你根据自己的条件来 其次你到一个地方 你一定要去一个教会 因为在那个地方 你的家就是教会 所以真正的家是我们的教会 父母跟孩子的关系 是十八岁以后 父母就是他们的家了 孩子就要离开父母 就要奔向一个自由的广阔的世界 真的就是 而且你要想办法养活自己 所以诸如此类的话 我真的是讲了很多 你比如在推特上有一个叫做 我不说名字了 就一个刚刚去政治避难过去的 在那里送外卖 非常的辛苦 然后在国内的时候 他也是个律师 然后就说他 为什么不在中国当律师 那你没办法当 因为你的心里需要自由 你需要直接说出自己的思想 那你受到逼迫 那怎么办 那去了美国 你就不要老是觉得自己是律师 你要养活自己 你要刚强壮胆 你要宁巧像蛇 你不要有一种 莫须有的自尊 你不要老是自己 有一种清高的那种自我想象 生活真的是一个重担 真的你要养活自己 我其实这个观点 或者这个意思 我说起来 我估计说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因为我真的就是从这 那种极其贫穷状态 这么一楼走过来的 现在是基本上是意识无忧吧 真的日子过得蛮好的 所以每天都充满了感恩 就这种生活在别处的勇气 这种直面悲惨世界的勇气 这种看见生活的劳苦愁烦 不怨天尤人的勇气 真的就是我的信仰带给我的 我非常的感恩 所以我之前跟别人也分享过 我第一次读到创世纪 上帝对人类的第一次大审判 他就讲他说这个男人 你必须要流血流汗 你必须要日益耕种 你才能养活自己 真的男人要吃苦 真的 男人不吃苦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中国也有这样的谚语 叫做男孩子就是要穷养 总归男孩子要吃苦 你不吃苦你很麻烦的 圣经里耶利埃贵也有这样的话 他说上帝让一个年轻人 在他少年时代就承受生活的重担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 真的我特别喜欢这句话 我小时候就是真是承受了太多的重担 但是我就是刚强壮胆 靠着我的信仰一步一步的去这么走过来 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改变自己的观念 改变自己的那种坏习惯 然后不放弃任何一个 争钱养活自己的机会 吃苦 动脑筋 生活慢慢慢慢就展开他温柔的一面了 所以我说起这些话 其实是非常有感触的 但是人是没办法影响别人的 你不能说我这个人年纪大了 然后就疑脑卖脑 然后就教训年轻人是没有必要的 我只是讲真的 人类社会每一个人 他的生活的本来的面貌就是劳苦愁烦 所以你不要以为一个年轻人 他一开始他就是锦衣于世 什么都不缺就好不见得了 真的 你看我们读过《红楼梦》的 贾宝玉生下来的时候 他是嘴巴上喊着玉的 喊着金钥匙 结果他人生并不美好 一点都不幸福 对吧 比如说我们中国有一个所谓的国民老 王思聪 那也是家境好的不得了 但现在生活遇到麻烦了 巨大的麻烦 以后的生活会更惨 真的 而且因为他没有吃过苦 他不知道怎么去直面生活的困动与苦难 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另外我读创世纪第一章 读大审判的时候 我读到这个女人 她说女人要保偿生育之苦 女人做女人是很不容易的 保偿生育之苦 所以我以为就是一个女人 因为你要生孩子 但是这些话不严谨 后来我就在思考有问题 我就在想 我不生孩子 那不就没有保偿生育之苦了吗 后来我就慢慢慢慢琢磨 就跟家人就交流 就发现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女人 她真的 她是身体的结果跟男人不一样 她每一个月都有那么不舒服的几天 那非常痛苦 他们说 这个女性这个痛经的感觉 是非常难受的 这个男人是不曾体察的 因为我再怎么有这个 这个女性关怀 再怎么女权主义 我再怎么关心女人 尊重女人 我都不理解 什么叫痛经 真的 我觉得这才是伴随一个女人 一生的一个生育之苦 真的是非常痛苦 哎 我就在想什么呢 就是从这个吴华燕 到我刚才说的胡克 真的 我们要直面生活的悲惨 我们是一个悲惨世界 每个人都是劳苦愁烦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意思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 要先念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要上来去正能量 不要上来去以为 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无比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很好 我们不需要别人管 政府会管我们的 没有这样的事情 真的 一个人的生活的重担 你必须要自己扛 OK 你必须要自己扛上生活重担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从小 我们这个 中国的教育 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经济学的教育 这个我有朋友在上海 他做一个面对小孩子的教育 我觉得挺好的 也不叫小年轻人 就叫财商教育 就告诉你怎么理解经济学 怎么理解财富 怎么理解市场 我们从小就没告诉我们这些东西 你想想是不是 我们从小就是要治国平天下 就是要君子 不要做小人 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去挣钱 而且还有我们更多的是 我们觉得挣钱这个是很下三滥 你知道吧 觉得挣钱这个是不清高 没有知识分子的气息 这是多么要命的一个事情 我们缺少这方面的教育 所以我们无法解决自己的贫穷问题 我就是想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穷到饿死呢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一只鸟都不饿死 一个人怎么会饿死呢 怎么会没饭吃呢 再怎么丢我也能够 只是我活得不好而已 没质量而已 饭总归还是有点吃的吧 我觉得不至于的 为什么呢 真的是一个悲剧 在这个时候你去骂这个政府 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 真的每个人都一样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说的意思是 我看到的一个让我非常难受的 其实我也早就知道的一个细节 就是面对一个弱势群体 我们通常都有同情之心的 我说过这个人类社会 他像一把吉他上的六根弦 就是当你拨动吉他上的一根弦的时候 其他的五根弦 他是同时 他是会发出声音的 会有一种共鸣 就是人类社会 它是个同情的社会 人与人之间 它是暖暖相知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弱势群体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掏出钱 会去资助 会捐款 基督教他有这样的习惯 也叫十一奉献 我们每个星期主日去教会 做完礼拜 我们都是要奉献的 多少不知道 反正要奉献 没有说去了教会不奉献 没搞过这个事情 因为这是一个同情的社会 每个人都要有爱心 但是我发现 一百万块钱 就给这个小姑娘 给了两万块钱 其他的钱去哪了呢 让人非常的愤怒 真的 让人非常的无语 但是我想说的 我还是不想去骂土工 他们的这些机构 我想说两点 第一是什么 就是你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真的 你要 首先你要有什么的 怀疑精神 我说过这是一个悲惨世界 我们说人人都有罪 没有一个人是义人 所有人都是无奈 都是有罪的 这个修末 哲晓家修末说 每个人都是混蛋 那既然每个人都是混蛋 你生活的这个世界 他怎么可能人人都是天使呢 怎么可能人人都充满爱呢 不应该是这样子 是吧 所以一个人在做事情的时候 你 其实你要有智慧的 就是你应该要去准确的去判断 跟你擦肩而过的 或者跟你在一起这个人 他究竟是不是来伤害你的 你要知道的 所以你要有怀疑精神 我们说当我们说爱的时候 但是前提是 首先你要怀疑 不经过怀疑的爱 是一种愚蠢 你知道吗 经过了怀疑 但是没有爱的人 是一种冷漠 是一种麻木 就是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基本的行为是很难处理的 比如说就是爱不爱的 这个爱 这个同情这个东西 你弄得不好 你就会伤害自己 你就是叫做得不偿失 就是你一个人 当你需要关怀的时候 你 比如说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 当你去想支持别人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相信政府和政府的机构呢 我们说无数次了 政府是妄恶之源 政府所有的派生机构都是一个张开大口的吃人的狮子 真的 所以我每次看出现灾难的以后 一些人跑过去排队 去什么红十字会 去什么这个机构 那个机构去捐款 我就常叹一声 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一点点 人心的判断你都没有 你这个钱是砸在水坑里你知道吗 真的 你真的去扔了 你还不如把它扔掉了 所以我这些年段 我偶尔也能帮帮别人 我都是直接把钱 这个通过信得过的人 或者信得过的机构 就直接捐出去 或者干脆就直接就给别人买点什么 你不要给那些政府的机构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就讲到这个西方社会 它是没有这些所谓的 这是乌稀巴糟的 所谓的政府主导的管理的 这个甚至是任命的这个慈善机构 都是骗子 我说无数字 西方的这种救济性的机构 都是NGO 都是非政府组织 我们就设想一下 如果这个吴同学 如果他有一个教会的话 他应该是不会饿死的 不可能的 比如说他如果在我所在的教会 我看他那么可怜 一定会有好多弟兄姐妹关心他 去爱护他 虽然你这个爱护他 关心他的程度 可能也不足以让他过一种 优渥的生活 但是绝对不止于饿死 不至于的 所以我看也有的基督徒 关心他 但是他不领情 对吧 这就叫什么 我说无数字的人 真的不是穷死的 人是笨死的 说了些很 非常的无厘头的话 说什么 你为什么把我的话 说给外国人听 你是丢国家的脸 我的政府很好 政府会管我的 医生一定会治好我的病的 这个孩子就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悲惨世界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人情冷漠 根本不知道生活有多么残酷 但话说回来 我们都这么过来的 所以我想说的第三个话题是什么的 这是我今天特别想说的一个话题 就是什么叫做爱国主义 你会发现这个孩子虽然身体不好 也没钱 但是他非常爱国 爱自己的国家 这个爱国主义这个东西 他你如果冷静的看的话 它是没什么问题的 问题出在什么 你怎样去理解爱国主义 或者说你怎么去爱国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这个人的伦理生活 人的价值观层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说过无数次 爱国主义在任何一个国家 他都有的 每个人在自己的国家 他都有一份感情 爱国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 也是最当下的一种情感 但是怎样爱国呢 我还是要提到亚当斯密的国福诺劳 我因为我读这本书读得非常的详细 他说爱国主义有三个要素条件 第一是什么呢 就是你对现有的体制保持一个必要的尊重 比如说我是中国人 我平时都是批评这个儒家的 因为儒家是我们的国家的传统 是我们的文化传统 但是这个批评它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为了继承式的批评 而不是说我觉得儒家狗屁不是 就把他一棍子打死 然后这个叫做完全破碎 完全撕裂 然后从新开始 完全创造一个新东西 也不是这样子的 真正的爱国主义它不是那种什么毛泽东 式的什么破旧逆新 不是的 真正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怀疑基础上的继承 是一种批评基础上的热爱 但以前我们这个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就以前听过一个词的叫第二种忠诚啊就想这个中国有一批这个真正的爱国者啊 后来他们都流亡在美国啊像刘宾燕这样的人方一支啊刘宾燕呢啊这样的人就是他们一辈子所做的工作都是批评中国但是他们是最爱国的所以称之为第二种忠诚就也就是说真正的爱国主义不是说我一天老说中国好中国有什么问题我不能说那怎么行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一定要有一个巨大的观念转换你才行比如你在美国什么叫爱国爱国你批评总统啊批评政治家啊就像这样子的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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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子 这是爱国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人你如果不批评总统不批评政府的公权力你在你说爱国好这是很有问题的在中国不是啊中国就是你拼命的就是你要要说共产党好说政府好这不叫爱国主义好吧这叫做拍共产党的马皮这叫做向政府贿赂行贿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那爱国主义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你要什么你要一种这个 改革的精神啊其实从第一句引申出来的啊就是你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你一定要这个对国家的种种的问题要保持清醒的认知同时你要提出一个什么的非常清晰的啊一个改进的思路我的话就是要开放是纠错的思路国家有问题每个人都要承担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中国人呢一说起共产党不好说起政府不好说中国不好我们就是觉得那是别人的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 是错啊开放是纠错是从自己的错误开始纠错你首先你自己要悔改这是基督教传统的建设呢人要悔改国家也要悔改但是一个国家的悔改是建立在个人的悔改基础之上的悔改悔改嘛是吧第一是悔第二是改悔是忏悔是认识到自己是错误的改是改进是开放是纠错所以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一定是一个拥有开放是纠错的这么一个 伟大智慧的人那么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是爱国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定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定是一个什么非暴力的不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你一上来就打打杀杀那是不行的啊所以有中国因为很很乱嘛很糟糕嘛所以有时候出出现一两个这样的人比如过去的时候这个杨家啊真的我知道杨家非常不容易啊 然后他很苦而且受尽了警察的欺负啊后来他就一路之下就就就就反抗了然后这时候所有人都在那夸他其实两个面都都错警察不是东西那些夸杨家的这个啊也不也不咋地真正的爱国者一定是非暴力不合作你想想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我们这个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啊他是要有这个对现有的体制 第一是对中国第一国家的传统要有必要的尊重第二个是呢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开放式纠错的能力第三是什么呢你就是你要有非暴力不合作你想想我们的这个吴同学啊他也说是自己是个爱国者你有批评这个国家的能力吗你有批评这个政府的勇气吗你没有吗那你什么都不了解你完了以后你为什么要对别人的批评还嗤之以鼻呢 你还觉得不在地呢哎呀一个人呢的生活的际遇通常是自己的观念造成的啊我反复讲这个道理观念秩序在前啊行为方式在后当你的行为方式出现不能承受之重那一定是你的观念秩序存在巨大的问题你要看得见你如果看不见你的问题在哪里你这辈子是没有开放式纠错的 可能的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谢谢大家